大家好,我们是冬雨泽 我是小冬 我是阿泽 你现在收看的是5G频道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的股痛热症病例 已达到历年以来的最高点 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忧 我们都担心自己的家人或亲戚朋友 感染上股痛热症 因为毕竟股痛热症是有可能致命的 而一般上病患在住进医院时 只是靠着掉点滴将体温降低 但是有没有做到排毒这个工作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现在坊间及网路上 流传着很多中潮药的偏方 但是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并不知道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 EG Farmix的执行董事 黄先生 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说小麦草好 那小麦草好在哪里 有什么功效和疗效吗 小麦草的确是非常好 功效也非常的高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美誉 就是它是碱性食物之王 它的碱性度非常的高 比菠菜还要高 那么小麦草呢 因为它碱性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对综合我们体内的酸性质的体质 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酸性的体质来自于一些生病的朋友 他们熬夜的啦 或者是时常吃肉类比较多的朋友 酸性 体质偏向酸性 小麦草的碱性能够帮助它们综合 然后能够得到更好的健康 这是第一 第二 小麦草还有另外一个美誉 它是绿色的血液 因为小麦草的构造 小麦草里有非常大的叶粒素的含量 叶粒素的构造呢 跟我们血液的红血球的构造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那也是说当我们引用小麦草 它的叶粒素就能够融入我们的血液里面 它能够增加我们血球的含量 这就是为什么小麦草有造血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 小麦草有非常高的氨基酸 有非常高的矿物质 还有非常高的一些维他命等等 那我要强调的一个是 意见的小麦草 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小麦草 一般上我的观念是觉得小麦草是属于含性的 那你说Easypharmac是综合性的 对 有什么不一样 小麦草在中医的理论 麦苗本身属于含性 根部属于热的 那意见的小麦草呢 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小麦草 连同麦苗和根部一起收割 然后提炼膜原成分 铸造的一个产品 所以把麦苗的含跟根部的热把它综合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综合性阴阳调和的一个小麦草 能够让很多适合所有年龄的朋友们 引用从小孩到中年龄 那是怎么去种植的 是 这个的种植方式是非常特殊的 这个种植方式是 名称叫做有机气根法 有机气根法 那什么叫做有机气根法 首先气根呢 就是它是无土 无水 没有水没有土的情况之下把它种植 要怎么种啊 没有土没有水 是 它是经过掉在半空中 然后没有水没有泥土的情况是种植 但是却我们有一个灌溉系统 从灌溉系统里面呢 我们供应非常高含量的有机的营养液 我们没有任何的化学肥 无化学肥 它是在一个无菌 无化学肥的空间里面种植 而且还是低温 低温温度在于12到16度的一个温室里面种植 比人更好命 那就是说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就是农药成分 所以可以安心的食用 是 那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去服用 像普通热症病患 他们需要服用多久的时间 才可以完全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呢 对于普通热症的病患者呢 他们需要大量的解毒 大量的清热 所以在饮用一件小麦草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 我们建议呢 每天必须要饮用三次 三次的话 每一次呢 就是这个包 两包 每一次两包 每天三次 那连续服用它一个月的时间呢 就能够很快速帮助到它能够解毒清热 好 原来小麦草真的是有那么大的功效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化学成分 那下一节回来我们将打破砂锅问到底 因为我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黄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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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